我們現在要教的內容是物質的性質跟變化 我們要介紹物理性質、化學性質、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你要懂得去分辨誰是物理性質、誰是化學性質、誰是物理變化、誰是化學變化 性質有物理性質跟化學性質 物理性質就是只跟它自己有關的性質 叫做物理性質 你的身高、你的體重、你頭髮的顏色、你眼睛、紅膜的顏色 那個就叫做物理性質 只跟你本身有關的性質 所以東西的體積、質量、密度、容點、背點、比熱、導電、導熱 這個就叫做物理性質 只跟它自己有關的性質 化學性質就是跟它會不會變成別的東西 如何變成別的東西 如何跟別人作用 有關的性質叫做化學性質 你會不會變成蜘蛛人啊 你會不會變成蒼蠅人啊 這種就叫做所謂的化學性質 它會不會產生作用 如何產生作用 這種叫做化學性質 像它可燃性、助燃性 會不會燃燒啊 燃點什麼時候會燃燒啊 所謂的活性就是跟別的東西反應的程度 燃燃的程度叫做活性 在講義的知識會有說明有寫看一下 所以這個叫做化學性質 OK 那同樣的 東西的變化也有兩種 一種叫做物理變化 一種叫做化學變化 所謂的物理變化就是 組成不變 我前面講過了 未來學完原子說之後 所謂的組成就是構成原子的種類 樹木跟排列方式都沒有改變 就是沒有新物質產生 原來是什麼 還是什麼 那叫做物理變化 比如說三態變化 冰化成水 水變成水蒸氣 可是它通通一樣是水分子 以後會告訴你叫做H2O 兩個氫加上一個氧 東西還是一樣 這種變化叫做物理變化 組成不變 沒有新物質產生的變化叫做物理變化 那化學變化就是 油產生新物質的變化 會產生新物質的變化 氧化 本來是鐵變氧化鐵 本來是銅變成氧化銅 產生的要做所謂的化學變化 燃燒 國中所加的燃燒 又劇烈的氧化有光跟熱 電解 空電之後分解 本來是A 變成B加C 分解成B加C 有新物質產生 所以化學變化就是 會產生新物質的變化 物理變化 東西不變 沒有新東西生成 化學變化 有新物質生成 有新物質生成 所以要了解什麼叫物理變化 什麼叫化學變化 台灣 台灣 考試的時候 通常都把融解 當做物理變化 這句話是不對 不太對 糖溶於水 說是物理變化 可以接受 因為糖在水林還是糖 但是 氯化鈉溶於水 說是氯化鈉就有問題 因為外面是氯化鈉 以後味膠 融在水 會變成鈉離子跟氯離子 這樣就很難說 它就沒有發生改變 其他就更誇張了 比如說氧化鈉 遇到水會變成氫氧化鈉 東西就不一樣了 二氧化鈉就變碳酸 東西就不一樣了 那不是什麼變化 化學變化 所以 把融解當做物理變化是有問題的 不太對 但是因為台灣的考卷 台灣的考試都這樣子考 所以下次哪頭 哪個人在問你說 下列何者是物理變化 你還是把融解當做物理變化 因為我們的考卷的答案 就這樣寫的 但這句話是 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OK 還有一個東西也是有問題的 我們通常 老師在教這裡的時候 經常會告訴你 變得回來的是物理變化 變不回來的是化學變化 冰可以變成水 水可以結成冰 變得回來物理變化 紙可以燒成灰 灰不能變成紙 生米可以煮成熟飯 熟飯不會變成生米 那這樣叫做化學變化 這句話也不是對的 我們以後會交化學 因為它有可逆百利 A會變成B B會變成A 所以也是可以變得回來的 所以不見得叫做 變不回來的叫做化學 變得回來的叫做物理 不過 你現在考試會碰到的題目 幾乎都可以這樣子判斷 變得回來的是物理 變不回來的是化學 但是這句話也是有問題的 那麼以下幾個變得回來的 是化學你要記的 酸鹼指示劑 小鞋玩過嗎 碰到酸是紅色 碰到鹼是藍色 這碰到右邊的紅色 變得回來化學 化學 硫酸酮晶體要背 要背 有水硫酸酮 藍色 沒有水硫酸酮 白色 哪一個藍色硫酸酮 加火烤一烤變白色 一兩滴水變藍色 變得回來化學變化 還有一個我們叫你背後的 綠化雅菇 有水綠化雅菇 粉紅色 無水綠化雅菇 藍色 這也是一樣 變得回來也叫做化學 所以這幾個變得回來的化學 是你現在就要記住的 那麼其他的 你通常都可以用 變得回來的是物理 變不回來的是化學來判斷 但是這句話也是不對 也是不對 OK 那物理性質就是你只要用看一看就好 因為跟它本身有關的性質嘛 所以你只要看著觀察它 看一看欣賞一下 你就知道說它的物理其實有哪些 可是化學性質是要 如何轉變成別人 會不會轉變成別人 那樣東西 所以你就要去實際上去轉變看看嘛 就要透過一些變化化學變化 你才能夠知道它有哪些化學性質 就是讓你能夠了解一下 重點 會判別物理性質跟化學性質 會辨別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一樣 考試新常好 寫個五六個問你誰是物理變化 誰是化學變化 心常不好寫個二十個 問你哪些是物理變化 哪些是化學變化 所以重點是要分辨 什麼是物理變化 什麼是化學變化 什麼是物理性質 什麼是化學性質 只有是我們在這一段 主要學習的事情 OK